使这个世界,每一个国家,每一个种族都能够活平相处 共存共荣 除了佛法教育之外,实实在在想不出另外一个好方法 那么宣传佛法是我们每一个佛弟子分内地在佛法 它是真理,它是至善,它是圆满 因此绝对不会有障碍 绝对不会有阻力 就是任何国家,任何民族,任何中央,任何党派 遇到佛法没有一个不欢迎的,没有不喜欢的 那么现在人家不欢迎,不喜欢,有排斥,对你在哪里 我们自己做错了 我们把佛法错解了 误传了 问题出在这个地方 我们不懂佛法的现代化的精神 不懂得本土化的精神 不懂得灵活的道理 所以说法不能够普遍的弘扬 不能够普遍的人心 这首先我们要求我 我们不能够懂得这么个做法 敬重 刚才说过跟其他宗派 闲得特别低 简单容易